很嚴重的倒閉破產潮流 倒閉破產潮流包括在香港在2024年的過去十個月 有二萬間公司倒閉了 另外在餐飲零售方面 都有超過三千間公司三千間店是倒閉的 這個數字是非常驚人的 而在個人破產方面 都去到六百至八百宗的水平每一個月 這些全部數據都是近三年在疫情之後是最差的 在整體香港的歷史裡面 雖然是更加差的情況都有 但是看到趨勢越來越差的 就是說無論破產倒閉倒閉 又或者你看到店鋪關門 這些情況是越來越多的 好了究竟香港有什麼方法去處理去應對這些情況呢 李家超似乎整個政府是毫無頭緒 包括了他在施政報告上面 老實說就算你做到施政報告裡面的工作 都改變不了現在香港這麼惡劣的局勢 好了這個施政報告裡面的所謂是施政的一個方針 又或者李家超認為自己有六千六百個是這個改革 全部基本上都無用無之地的 是完全幫不了香港擺脫現在是非常之惡劣的經濟環境的 每一個月香港平均大概有 小的時候很少人去破產的 多的時候去到現在是升到上一個月 一個個別月份去到八百中的水平 平均都可能有六百幾七百中的 如果這個數字繼續上升 這個是很肉酸的數字 也是近幾年是最高的數字 這個數字究竟會不會改善呢 看情況就不會改善的 因為整體來說 很多行業都出現同一個情況 就是資金非常之不足 就是說銀行拿的貸款拿得很緊 導致資金在公司在一個商業上的營運 出現了比較緊張的情況 資金緊張的情況也都有原因 就是因為大家就算做生意的都開始看淡的前景 看淡的前景有兩方面的 第一方面就是他存錢在銀行那裏 就是如果有資金的話 有資本的話 存錢在銀行那裏拿到四利息是很容易的 好了變了就是他如果拿資金出來做生意 結果還要虧錢 如果一個有四利的穩定的利息收穫 和一個可能會虧十幾二十百分 那絕大部分的人就算他有資金 他都會放回銀行那裏收利息 這一個情況是毫無改善的過去的情況 好了 本來美國是進入了減息週期的了 但是特朗普其實在他上一屆政府 他都很銳意要聯儲局聽聽話話的 但是聯儲局一定不會聽你說的 因為聯儲局是一個獨立於政府運作的機構 你說他可以供銷的 是一個機構 好了這個機構不聽說那怎麼辦呢 特朗普會不會最終激烈到解散聯儲局呢 那這些全部都是問號uncertainty來的 但無論任何情況 本來在拜登的一個是任期的尾期 大家都預期聯儲局會開始進入一個比較快的減息週期 在減息週期同時也都會幫助到 就是美元是轉弱了 又或者是幫助到企業的借貸成本是會降低 為什麼呢?利息高的很簡單 企業在借貸方面的成本都會上升的 當你的借貸成本上升 是可能會抵消了你投資或者是營運的意欲的 這個也是對整個經濟環境 是沒有這麼好的一個發展來的 尤其是香港很被動的 香港和美元掛鉤 那個利息雖然和美元不一定是要一起走的 但是基本上當美元 當美息是上升的時候 港息也都趨向於高位的 當美息下降的時候港息也都會自然趨向下降 整體來說整個歷程來說 究竟香港可以怎樣擺脫現在經濟的局面呢? 我們面對著就是個人破產的上升 個人破產上升的原因是因為收入開始嚴重的下降 很多人都支不抵債了那怎麼辦呢? 接著在公司經營方面 又或者在店鋪、商鋪經營方面 都面對了很大的困難 第一就是本身的開支已經放在那裡了 就是說無論人工、租金、這些基本開支 已經是無法再抵押的了 但是做的生意可能做得比較差了 就是說turnover變小了 就算turnover變大了也好 接著出現了利潤大幅降低了 又或者不是利潤不是turnover的問題了 好像建築工程界那樣 大部分公司現在都是收不到錢的 整個工程界裡面 是準時收到錢的公司寥寥可數 又或者你損失收錢只是收到一個打了折的糧款 譬如你收了100萬的應該 但是可能那份糧錢只有50萬 結果仍然出現根本不夠錢經營的情況 在工程界特別嚴重是非常之嚴重 這個背景還有一個因素 就是在疫情期間 上一屆林鄭雲政府做了一個計劃 計劃就是百分百貸款 就是支持著企業運作的 這個百分百貸款其實某個程度上 是政府對這個企業的其中一個承諾 就說你們繼續營運繼續經營 不要倒閉 不要令到香港人失業 政府就會給你一個貸款 讓你渡過難關 但是問題就是現在這個貸款已經過了兩年幾三年了 經濟環境的市面沒有好過 或者政府本來預期在疫情之後 經濟會大幅反彈復甦的 但是都沒有發生過 結果就導致這些借了錢的企業 根本是沒有能力還錢的 不是他不想還 而是整個局面 由疫情期間來到現在 根本就沒有好過 本來預期的在疫情之後會好回來的 就是大家可以開始還錢還到 去到現在繼續拖拖拉拉 雖然政府是延長了這個還款 但是銀行其實個別是有自己的一套的 是不是完全跟政府一樣追 繼續追這些企業的 結果會怎樣呢 那個企業的負責人 就會結果考慮是將企業清盤 或者將企業的運作停止 就是倒閉了 這個就導致是為什麼有二萬間公司倒閉的 其中一個原因來的 借了百分百貸款 當政府雖然政府公佈說會延長還這個 是貸款現在還著是部分息 但是銀行有自己個別的考慮 有個別的執行方法的 銀行就不是一定聽了政府說 好了就算聽了政府說也好 企業都要看清楚 我一繼續營運 繼續請人 繼續租舖 繼續租舍自留 繼續買入貨品去營運 結果我賺不賺到錢呢? 如果賺不到錢的 每個月每年都是虧損的 那他已經沒有信心去繼續做生意了 那他唯有就倒閉清盤了 所以導致倒閉清盤是非常非常之高的 李家超政府可以怎麼做呢? 現在問題第一個軍員就是 cash flow 即是說資金流 資金流其實在整個香港市面比較短缺的 雲觀都要看 本來香港呢 你說是不是每個行業的資金是非常好呢? 又不是的 那好看銀行呢 是看你的行業究竟是否蓬勃 銀行就會調錢到你的行業 如果你的行業是差的 銀行自然因為覺得風險問題 那自然就會收水了 你的行業就特別會在銀行持久一點 但是整體來說 香港本來是有幾個支柱工業 其中金融業雖然所聘用的人是相對少 即是說在金融業裏面的工作人員是比較少的 即是說香港居民當中是從事金融的比例是相對少 但是金融所產生的經濟效益就非常之巨大 它可能佔了整個經濟 香港經濟的GDP是百分之二十幾到百分之四十的復原 好了這個這麼大的復原 那相對人有少的 所以在金融業裏面的人的薪金會比較高 他們可以推高了香港上層的一些消費 包括樓市 包括可能餐飲 他們可以推高了 你就會簡單的看蘭桂方 那只是金融業 因為他們賺的錢多了 當他們要去輕鬆一下去喝杯東西 他去拿去蘭桂方埋單可能都是五位數字 甚至夠膽埋六位數字 而當金融業差了 這些消費的模式沒有了 那麼靠這個上層的銀行業去消費的人 的店舖自然就要面對著困難了 所以現在蘭桂方去到 就不再是見到老外或者金融財進在那裡喝酒 也不會見到有人是大的舉手 去做這個就是 請大家喝酒 沒有萬歲這件事了 反而變成是可能 有人甚至形容很多MK妹在那裡 就是說某個程度上大家去喝的消費的限度 那個幅度都很有限 也都是令到整個行業 都是處於一個寒冬的 好了你說工程界一有道理 工程界是很靠資金流的 工程界可能大家不知道 大判當然它有它的資金流 但是二判的資金流的需求比大判更加大的 因為無論買材料和人工錢 其實不是大判頂的 是二判頂的 是二判先出錢 大判跟著才給二判 在好的環境裏面 一般這個資金周期大概是兩個月到三個月 在現在不好的環境之下 這個資金周期變成四個月 甚至去到半年以外 好了有些公司現在還在爭辯 農曆年那些糧款 到現在都未出完 好了也有大判面對著資金非常不足 每一個地盤都虧蝕 銀行也不肯放新資金 而導致它基本上夾死 當然夾死過程裏面 譬如某一間公司 它其實在安達神道 包括這個防協的地盤都停工了 他們在跟防協談 防協會不會放錢給它導致在資金周轉 令到它可以起死回生 又或者令到它的工程可以復工 這個都是問號來的 但是這個可以反映到一個很恐怖的情況 就是那些企業其實已經缺乏資金去到無以為計 是動都動不了了 好了你說一個建築地盤 可以因為沒有了錢運作 防協在涉量方面 即是說在那個量盤比那裡已經比進了 它結果是沒有辦法再經營 沒有辦法再推進工程 這個工程結果是處於停工階段 好了當然處於停工階段的時候 可能防協就會考慮放一些資金 希望這個工程可以走回 可以是因為這樣 而令到防協可以將樓宇興建好 但是這個可以反映一下 就是究竟現在譬如工程界去到幾惡劣的情況 工程界惡劣的情況不是工程界特有 工程界在這次事件當中 或者在這次的營運當中 可能只是給餐飲業走在第二步 餐飲業應該走在第一步 或者餐飲零售首先是首當其衝 已經面對了過去幾年 包括疫情去到疫情之後的惡劣環境 不斷有公司倒閉 好了當然有新的餐飲都開的 原因就是因為倒閉完之後 那個租金下跌了 結果餐飲就開了 也有些人其實是中小企貸款 就是百分貸款 就一個原本的公司倒閉了 接著新公司繼續經營 是一個低一點的經營成本之下經營 包括人工 也包括租金方面 尤其是租金方面可以壓低了 好了但是去到現在的建築界 建築界就比較難處理了 建築界是很需要資金運作的一個行業 說著動事一個判頭 做千多萬工程都要放幾百萬在那裡流轉 好了那幾百萬在那裡流轉 如果主辦公司都出現了資金 或者資金流的問題 當他付錢付得不準的話 那十個公司就更加首湯其衝 好了現在出現不斷出現現現身的情況 其實如果大家有聽我的台也知道 大概在年初我都說年尾一定出事了 原因就是因為中小企貸款即百分百開始到期了 而且沒有好景 看不到會有好景出現 在建築工程界我們是落標制的 我們做期貨的 就是說我們現在投標 將會可能在下年才開工 一做就做下年和後年兩年 就是說現在我們預計定未來那兩年的市場的情況和局勢 好了我們看得挺準的 原因是因為當如果中標價格不斷地不合理地下跌 在不合理地下跌到一個是完全虧本的腳趾平 當政府的資金又差 政府在批核這個加改帳 即是批核的VO 即是批核的價格改動的時候 是會非常嚴謹的 結果就令到每一個大判的工程 基本上都會面對著虧蝕這個問題 當魚的虧蝕是相對少的 或者福源沒有那麼大的 可能在銀行支援給大判的資金 都仍然可以過關 但是當你的虧蝕是不斷擴大 銀行看得很清楚的時候 銀行就不願意繼續貸款給你 而同一時間因為你虧蝕而沒有了銀行的水照著 然後你也沒有錢去找給下判 下判又沒有錢找給再下判或者工人 結果就出現不斷出現欠伸的情況 這個情況將會越來越惡劣 肯定去到農年之前 這個情況會更加更加惡劣 尤其是在這個建築工程界 而在店鋪方面 在餐品名售方面 都會不斷有這個倒閉的 原因是因為現在業主都可能夾著 夾著的意思就是業主都沒有辦法減租 因為他買的單位回來 他都要教銀行貸款 當如果租金收入不夠的話 銀行見到分分鐘叫貸款 這個情況之下形成了一個死循環 就是說現在資金不夠 然後香港沒有一個山水進來 即是說現在還是糖水滾糖魚 而且那鍋水越煲越乾 已經是過煲到乾糖 整體局勢的環境 香港面對著幾大的挑戰 本來是打算有喘息吐氣的空間 當美國減息 當美元轉弱 香港港元跟隨美元的弱勢 香港的資金流出 香港的外面的機會變小了 因為很簡單 當美元轉弱 港元都相對轉弱 接著相對於日元、韓環、人民幣 或者其他貨幣 香港的幣值也相對低了 出外旅遊的成本相對就會貴了 本來在東京可能要花一萬億 或者二萬億一天 但是如果你當港幣跌了 你在香港港幣的成本 每一天在東京旅遊的價錢就會貴了 相對於因為這樣 所以留在香港消費 不會是消費海外的情況會是多了 相對就會幫到香港市面復甦 但是如果特朗普上台之後 他的政策方向是有出現的巨大變化 而導致美元轉變成強勢 或者減息的步伐是減低 這個就會令到香港 是處於比較長期 在資金方面緊繃的情況 就算你說資金是有鬆動 那些人是存到錢的 都會把錢換成外幣 走出外地玩去日本消費 就會導致香港的市面更加惡劣的 那麽香港政府可以有什麽做呢 那麽我們研究一下 其中一個就是 怎麽樣可以有效阻止 香港人 將港元帶出香港以外消費 現在帶出消費 主要帶了去包括中國大陸的深圳 珠三地區 又或者帶了去日本 帶了去旅遊點 怎麽樣可以令到這個情況改善 是唯有將港元貶值 即是說將香港的港元貶值 那麽令到港元換外幣是相對處於弱勢 那麽大家自然會感覺到 你在外地使用的每一分每一毫 都是成本增加了 如果港元貶值10% 你回中國大陸到吃一頓飯 相對就貴了10% 那麽亦都是相對有人會覺得 如果是這樣我寧願留在香港消費 這個可能是其中一個是重大的措施 如果你說聯繫匯率的一個變動 你要改動令到港元貶值 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聯繫匯率的變動 那麽怎麽可以令到聯繫匯率變動 而不影響經濟呢 很多人都覺得聯繫匯率不能碰 在上世紀80年代開始 定了7.8水平 我們不可以動的 我們看回港元的歷史 在大約18世紀30年代的時候 香港開始有經濟活動了 當時世界是銀本位 不是金本位的 是銀 用白銀做本位的 包括發行鈔票 是用白銀去做這個 是庫存的 並不是用黃金的 當時的世界 在18世紀30年代 是銀本位的世界 當時香港是用國際銀元的 國際是用銀元 即是用銀本位去做一個直接的貨幣 是國際流通銀元 是一個銀元 當時在大約同時 即是18世紀30年代 香港開始印刷自己 做自己的貨幣 就是港元的銀元 即是香港的銀元 好了 接著就出現了 當然很連串的問題 有很多的經濟因素 好了 結果去到之後 去到大概是 大概是幾十年後 我都記不記得什麼時候 香港開始做聯繫匯率 當時聯繫匯率 香港是追求一個相較穩定 比較穩定的貨幣 當時出現了銀元的危機 或者白銀的危機 導致貨幣出現大幅波動 為了令到貨幣相對穩定 港元是必須掛勾在一個比較大的經濟體 當時和香港經濟活動比較頻繁的是英國 所以當時港元是和英鎊掛勾的 一英鎊是一開始掛勾時是換16港元 好了 接著英鎊的地位開始下跌了 英鎊也自由浮動了 所以導致港元如果越英鎊都出現了波動的情況 香港結果是轉到和美元掛勾 和美元掛勾的時候最初一美元是換大概五個多港元 接著港元變得偏強了 開始由一對五個多 不斷地在掛勾值上升值 升到一對五美元 好了 接著港元曾經嘗試過自由浮動 在自由浮動的時候 結果出現大事了 香港港幣是換美元 由一美元對五港元 結果大幅下跌到一美元對九港元 好了 結果因為這樣 所以開始香港政府就要想一個 可以比較穩定香港的國際貨幣匯率的一個方法 結果又和美元掛勾 在1980年83年之間 香港就和美元掛勾 定在的匯率是七個八 雖然你說近代 香港港元都穩定地和美元在七個八水平掛勾 但是其實在前期 香港曾經和英鎊掛勾 也曾經和美元掛勾 而更改掛勾的匯率 也就是說某個程度上 香港其實仍然有個空間去討論究竟 是應該和美元怎樣掛勾 又或者會不會加入其他和香港經濟匯度的頻繁 而相對可以幫助到港元匯率是平均地 是比較穩定的一些貨幣掛勾 這個可以值得考慮的 好了 考慮當過程裏面 無論怎樣看也好 不是脫勾 而是港元是應該在掛勾過程裏面 是適度地少少地貶值 如果港元不貶值的話 結果香港人是有能力的 或者儲到錢的 會繼續在海外消費 結果就會幫助不到香港的經濟復甦 好了 當如果香港的資請價格高 或者所有的零售價格都是高的 相對於外國高的 也就是說港元相對強勢 那就會令到包括在遊客來的遊客 因為他越換港元的時候 是覺得貴 所以自然香港消費會比較低 如果港元是適當地貶值 貶值適當就不知道多少 這個就等經濟學家去計 好了 到時香港在貨品上面 對於外國人來說 包括中國大陸人來說 就覺得相對便宜了 港元貶5%便便宜了5% 同一時間港元貶了5% 港元用港元元換外幣出去外面玩 也都相對貴了 也都可以保留部分香港人留港消費 這個可能是一個因素 但另一個因素就是香港面對著 在經營上面的一些可以這樣說 是嬌山慣仰了 如果你想去中國大陸看 他們是不是不成功呢 他們是成功的 真是成功的 他們在無論什麼範疇 經營方面 電鋪方面 批發零售方面 所有範疇方面 他們都給我們先進的 譬如我們最近在找一個POS 即是結帳系統 在大陸結帳系統 很輕易地找到 全電子化 可以在微信做會員 即是結帳系統 即是找數 那個收銀機系統 其實功能多到可以 幫你的業務 大幅改善管理 包括會員制 包括月庫 包括寄分制 折頭卡 全部都可以在POS系統 和它相關的一些程式上 是做好的 但是香港的POS 當然都有很多先進的POS出現了 但是相對的價錢非常之貴 同一時間 普通傳統的 你說兩萬元一年的POS 就可能仍然停留在 只是只收銀的情況 你叫它是挑選的察人 它用它的電話 是有了會員登記 所以它可以有折頭 都有些困難 這個情況就是看到 香港和中國大陸的分別在於 中國大陸無論做生意 做什麼都好 那個競爭是非常劇烈的 是很劇烈很劇烈的 是劇烈到接近重臨的 即是說你如果追不上 你不會成功之餘 你可能會死亡的 好了這個情況就導致大陸 無論在商業模式方面 在營運方面 他們的競爭力和改進 是大幅地提高了 好了 香港相對於 仍然處於比較 是缺乏競爭 缺乏惡性競爭 又或者是沒有在競爭當中 不斷改善的商業模式 譬如POS 很多店舖開店 都是找回傳統的POS公司 它只會收銀的 沒有其他功能可以附帶的 沒有會員制的 沒有其他功能可以幫助到的營運 這個也是香港現在目前 在批發零售 或者在餐飲 或者在這個店舖營運 是見到明顯地出問題的 好了 你說一個外國人 一個就是 無論歐美遊客 又或者無論來中國 或日本 小日本遊客 但當日本也有人來 是來自外國的遊客 他來到香港消費 他要消費的 來得去玩的 都是會盡量慷慨消費的 但是怎麼可以引誘消費呢 第一個我們有性價比 就是說香港買的東西 他們覺得值得的 第二個是有獨特性的 譬如他們買souvenir 他們或者買一件東西 他們覺得在他們國家 是未必買得到的 所以他們趁機會在這裡買 好了 第三個就是可靠程度 就是說他在香港買的東西 可靠性很高的 他是贏了其他 他可能在本地買的一些貨品 以往香港自由行 是比較盛行 和帶貨比較盛行的原因 就是香港貨品的可靠程度 是遠遠超越了中國大陸的貨品 所以很多時候 中國大陸的資金 或者消費力 很願意來香港買這些貨品 所以導致香港好像現在的深圳那樣 之前就賺了國內這些 是營運的錢 就是說來香港買東西的錢 是信賴香港貨品的一個可靠度 而來香港使用的一些花費 一些資金 好了 接著第二就是性價比 就是說譬如我買一些名牌 來香港買 原來是可靠過在中國大陸買之餘 也比去歐洲或者日本和韓國買的 這個就導致香港成為一個購物天堂 就是說性價比高 同一時間可靠程度非常之高 好了 獨特性都是有的 譬如香港獨特性 就是可能有些品牌的貨品 都是國內沒有的 就是說之前香港是贏性價比 贏獨特性 還有贏這個就是可靠程度 這個就是香港購物天堂 美誼的其中一個基礎 但是現在你看看 港元相對強勢 性價比沒有了 香港好多了很多國內的店 基本上香港買的東西 國內都是買到的 如果譬如國內遊客 現在佔了香港遊客的絕大部分 當他來到香港的時候 他發覺吃的買的 在國內根本買到 但是價錢就遠遠比國內貴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願不願意慷慨消費 肯定不會願意 但是當他看到這件事 如果是和國內沒有的 香港特色的 他們可能排隊貴都願意 這個就是反映 香港現在的零售業 批發業 餐飲業什麼都好 其實第一 我們沒有自己的獨特性 沒有辦法獨特地吸引到 外國遊客的消費 包括中國大陸遊客 第二就是我們那個可靠程度 是可能因為我們開了很多 和國內一模一樣的店舖 一模一樣的品牌 一模一樣的裝修 一模一樣的貨品的店舖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展現不了 我們比國內更加可靠更加可信 在這樣的情況 為什麼要在香港買呢 還要貴一些 為什麼還要在這裡買呢 你說不會貴一些的 香港有特色的 有可靠程度可以依賴的 那麼貴一些都是一個原因來的 好了至於你說的性價比 香港港元相對高 那導致性價比是一定不好的 香港資產價格高 香港的營運成本高 租金高 人工高 再加上港元的價格幣值高 就算你的貨品盡量搞到 不要利潤之下賣出去 人家的一計都發覺 在計算了這個匯率之後 他覺得在他國家買更加便宜 結果香港沒有了性價比 香港可以走出什麼路呢 第一的就是政府一系 就是去主動去想方法 放寬整個市場的銀根 是怎樣可以令到 香港整個市場 是有足禁的資金流轉 這個也是在外國做的 量化寬鬆的一個方法 就是說一銀子 那就是策略性貸款好 或者派錢都好 是令到市民 令到市面 令到社會 多了一些閒資運作 這樣就可以幫助到公司營運 幫助到公司產生盈利 第二 香港是否需要考慮 在港元的貨幣匯率方面 是著手呢 是否會不會 美元會持續地高企 如果是的 香港繼續 一對7.8 或者7.75 去和美元做一個官方掛勾呢 結果港元 是長期處於偏強的狀態 在香港的服務 餐飲 或者貨品銷售方面的性價比 也都會下降的 好了 當然了 香港政府有很多政策 其實可以推動到香港 是更加好的 例如 東南亞旅客越來越有錢 但是香港政府 似乎沒有著力去增加 東南亞旅遊 來香港旅遊的情況 這一個 都是香港政府應該做的事情 好了 如果你說我什麼都不做 靠外國人自己來旅遊 自己來消費 結果香港現在 是處於一潭死水 是處於完全 是非常惡劣的經營狀況 如果再這樣下去 在農曆年 將會面對很多人的失業 這個更加會打擊香港 全個區域 全個板塊 所有板塊 所有經濟板塊的表現 所以希望香港政府 是真的痛定思痛